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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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完成check in的手续之后 就要进房间啰 这里就是我们的房间 是两张小床 有插座跟电话 然后有个沙发 悬崗这边就是厕所 有一个很大的浴缸 背皮 有浴帽 刮物刀 书籽 摇摇摇包 放来蛮奇的 肥子跟肝石斑铁鲁鱼 我觉得这间还蛮棒的 就是它有24小时的会台 还有提供泡面的宵夜 早餐也有提供 身体来说 目前觉得CP值还算够 如果你也来的延程 推荐可以住这间哦 来到了隔天早上 领着早餐券要来吃早餐哦 早餐的用餐空间还蛮大蛮亮的 只要拿着早餐券交给现场的工作人员 就可以进去吃早餐了 早餐提供的种类挺多的 像是有水果 麦片 咖啡 饮料 还有各种熟食 像是意大利面 萝卜糕 肉 火腿 当然也有提供中式的粥 还有小菜 面包当然也是不可以缺少的主角 另外还有炒蛋 炸物 玉米浓汤等等 真的是超级丰盛的耶 那我现在要来拿早餐了 打完之后就来开动吧 吃完早餐休息了一下啊 现在真的是11点半要准备收东西 要退房咯 要去吃韩式烤肉啊 要去吃韩式烤肉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